对手他们是非常积极的 无所不用齐极的在动员当中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支持者 不呼吁他们去投下反对票的话 那不是容易让他们得逞吧 半韩团体动作频频 洪秀柱看不下去 要国民党下动员令 不过到高雄与韩国瑜密伤战略的 国民党秘书长却这么说 他是希望说能够低调来 高调做防疫工作 这个战术方面战略方面我不便偷了 我们一定是遵照韩市长他的定调 520以后他应该有一个 对外公开的一个说明 对抗霸函到底该冷处理 还是呼吁支持者出来投反对票 才有胜算呢 依照规定霸函要过关 同一票得达原选举人总数 四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得超过57万0 335票 而且要多于不同一票 我们版面上都是一些霸函的新闻 或者一些活动 那对于很多支持韩国瑜的基层人民来讲 他可能还是会觉得很焦躁 我还是希望可以冷处理 因为我还是要强调 霸函是一种仇恨动员 他越强 如果你又强去碰的话 就向火车对撞 我觉得会出事的 什么样的策略才是对韩国瑜好呢 蓝营议员呼吁韩粉稍安勿躁 一切都等韩国瑜定调后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